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1月15至19日 世界經濟論壇第54屆年會 將會在瑞士達沃斯小鎮舉行 在召開論壇前的一天 14日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顧問 耶爾瑪克和瑞士聯邦委員兼外長 卡西斯共同主持以俄乌衝突為主題的 國際外交官會議 在會上 耶爾瑪克呼籲中國參與俄乌談判 向俄羅斯施壓以結束戰爭 卡西斯也說 對於解決俄乌衝突 金磚國家的參與至關重要 其中中國辦院住重要的角色 巴士的部評論員Anthony 跟我們講講詳細情況 大家好 14日 澤連斯基的顧問 耶爾瑪克和瑞士外長卡西斯 共同主持了以俄乌衝突為主題的國際外交官會議 這次是烏克蘭組織的第四次這類會議 來自18個亞洲國家 12個非洲國家和6個南美國家 80多名官員參會 其中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 在14日的會議結束之後 耶爾瑪克告訴記者 他說中國的參與非常重要 中國需要參與 只在結束俄乌衝突的談判 澤連斯基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澤連斯基於15日抵達達玉斯 參加達玉斯論壇峰會 並與瑞士政要以及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會面 希望爭取援助的資金 與會的瑞士外長卡西斯同樣提及中國 他說在1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他說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 結束這場戰爭 金磚國家的參與是至關重要 因為這些國家都與俄羅斯保持著聯繫 中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們必須找到與中國合作的方式 他補充說 現在俄羅斯與烏克蘭都不願意做出讓步 卡西斯在法部會上還指出 俄羅斯應該是參與有關俄烏談判的所有討論 他說無論如何 俄羅斯都必須被包括在內 因為沒有了俄羅斯的承諾 就沒有和平 對此 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 扎哈羅威回應說 西方國家如果想 就烏克蘭的問題進行談判 就必須停止武裝烏克蘭 停止實施反俄制裁和反俄的宣傳 在達俄羅斯論壇召開之際 全球南方在俄羅斯問題中的作用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自從俄羅斯衝突開始以後 非洲拉美中東和亞洲的很多沒有結盟的國家都是沒有選邊站的 而是致力於推動衝突通過談判和平解決 歐爾馬克前一陣子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 他來自全球南方的國家越來越多參與我們的工作 另外 習近平在去年10月批准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是關於不可能跟普京進行談判的決定的 此後多次表示和談應該是完全基於他提出的10點和平計劃 其中包括所有俄羅斯的軍隊必須撤出烏克蘭的領土 現而現在也不清楚全球南方國家是否同意烏克蘭的和平計劃 一名歐盟官員透露 美西方國家堅定支持烏克蘭的和平計劃 同時呼籲全球南方向俄羅斯施壓 這名官員說全球南方國家普遍對烏克蘭人的命運表示同情 但是也有不少人強調有必要解決俄羅斯的擔憂 對於俄烏衝突相關的議題 中方已經多次表明了立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去年12月重申 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 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 亦非常明確 中方始終致力於為平火止戰 政治解決危機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中方亦都會將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勸和速談 推動危機早日得到政治的解決 謝謝Anthony 土耳其國防部說 連日來土耳其軍隊對盤據在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北部的富爾德武裝 發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共打死至少64名富爾德武裝 土耳其軍方先後發起多次的行動 分別在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北部 向富爾德武裝發動攻勢 分析指早前有9名土耳其軍人在伊拉克北部遇襲死亡 土耳其今次的軍事行動明顯是針對富爾德武裝組織採取的報復 近年來土耳其軍隊多次越境打擊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富爾德武裝人員 有門胡塞武裝指美國和英國持續空襲紅海城市河台達 不過外電引述美方人員說並沒有發動攻擊 有門胡塞武裝指受空襲的包括河台達北部山區 美英戰機空襲後仍在該城市上空判算 河台達人員指美英空軍無人機日前已在河台達市上空偵測 美英兩國接連對胡塞武裝目標發動空襲 部分國家譴責美英侵犯有門主權 認為將會進一步導致地區緊張局勢升級 河台達位於紅海沿岸 自2014年被胡塞武裝控制 成為人道主義援助和商業物資進入胡塞武裝控制區的最主要門戶 丹麥國王斐特列十世登基 首相弗雷澤李克森在首相府和國會所在地 克里斯蒂安保宮的露台上 向民眾公布王署正式登基成為國王 比特列十世在致詞中表示 繼位是對丹麥的團結和承諾 並且希望成為有凝聚力的明日之君 比特列十世現年55歲 他繼位後18歲的長子克里斯蒂安會成為丹麥王署 退位的馬格·麗特二世 早前在克里斯蒂安保宮簽署退位和傳位文書 他又在1972年1月14日登基 再會超過半世紀 正在埃及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外交部長王毅在開羅和埃及外長 舒凱利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 王毅指台灣地區選舉是中國的地方事務 無論選舉結果如何 不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基本事實 王毅特別提及二戰時發表的開羅宣言 王毅表示80年前在開羅 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 明確規定將日本所洩取的中國領土 台灣歸還給中國 此後1945年中美英蘇聯合發表的 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 開羅宣言條款必須將實施 王毅又說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 宣佈無條件投降 這系列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文件 構成戰後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 也奠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歷史和法理根基 朝中社報導 北韓外務上崔仙基率領的政府代表團 抵達俄羅斯莫斯科展開為期三日的訪問 報導說 北韓外務省副相撲哲晉俄羅斯駐北韓大使館臨時代辦 及大使館武官到平壤國際機場為代表團送行 崔仙基是應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邀請訪問俄羅斯 是崔仙基自2022年6月晉升為外務上後 第一次單獨進行海外出訪 預計崔仙基將會與拉夫羅夫舉行外長會談 探討雙邊合作方案 雙方是否就武器貿易進行討論 未受關注 回來看看本港新聞 去年訪港旅客有3,400萬人次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 數字超出預期 因為去年2月才正式通關複上 香港仍面對航空運力和人手不足等問題 今年仍要努力拼復甦 姚柏良在電台節目表示 2018年訪港旅客達到6,500萬人次 於是仍有容量增加旅客 但酒店房間使用率 因為人手問題未能達到百分百 加上經過疫情後 一些酒店要維修 翻身和更新設施等等 至於房價 他說酒店業是長期投資 回報相對慢 但對比起新加坡和日本的主要城市 香港的酒店房價不算特別高 本港酒店的平均入住率是81% 平均房價是1,300多元 仍未超越2018和2019年的水平 他說本港酒店房間連同賓館 可以提供超過10萬間房間 他認為要吸引多些過夜旅客 令到他們在香港多留一兩天 而過去一段時間 商務和會展業旅客來到香港較為明顯 他又說近期很多人回內地消費 但情況和疫情之前一樣 屬於正常現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優應華表示 近年歐美國家對中國進行貿易、投資等施壓 對香港帶來不少壓力 但香港將壓力化為動力 除了努力維持與歐美業界保持緊密商務關係外 亦爭取新興市場機會 今年主要目標是東歐、中亞和非洲 以及其他中東的國家 優應華在接受專訪時表示 投資推廣署初步計劃在埃及和土耳其 開設顧問辦事處 加強在中東和北非等高潛力 新興國家的招商引資工作 每個辦事處的每年開支預計 約為100萬元至150萬元 爭取在本年內設立 對於境外駐港公司數目回升 截至去年年底達到9039間 優應華說其中大約14%是 地區總部 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另外去年有超過300間的外資企業來到香港 而美國的企業數字亦都增加 他認為反映香港的發展機會 仍然是非常強大 《毋日焦點新聞》說到此為止